我覺得馬林頓的人和別人的區別 就是說 你看外表 他就是一個品牌人 可是他一發出聲音 他就是領袖 他震撼整個世界 震撼整個美國 這樣一個人 你說到他的時候 不能親憑他的外表 所以你一定要表現他的內心世界 他眉頭微皺 他在思考 他的現實是不滿的 他的相手是這樣的 實際上他是保守的 收斂的 並不沾揚 可是一旦釋放 他會有無情的力量 所以說有些人認為這項獨裁者 這不是 我認為他這個批評是不對的 所以我還是堅持是這樣 我也經歷了很多爭論 反對的人 我不停地在解釋 我不停地在努力地想把它做好 這怎樣我的作品說話 首先這個雕塑的三部分 你注意 是雕刻得非常精細的 他的面部 他的手 他那些肌理 骨頭 皮膚 你都要表現出他的真實感 同時他還有一種漸變 慢慢慢慢下來 到了腿部 他就 這個人的整個身體就融在石頭裡面去了 因為馬丁東的經他的名言就是 絕望之山裡面 脾起一塊希望之石 那麼這個絕望之山 就在後面 現在這個絕望之山 脾起一塊希望之石出來了 它馬上就會全部出來 但是我表現是 全部自然是錢 那麼一點 一點點 美國人 很多人認為有一個中國雕塑家 有一個外國雕塑家 那雕這個作品是不合適的 應該是美國的雕塑家 更有人說應該是一個黑人雕塑家 首先我認為 中國雕塑是沒有國界的 雕塑本身就是國際的語言 馬丁東的經他是一位 民權鬥士 民權領袖 他不正是要求大家人人平等嗎 他不是圍求這個嗎 為什麼一定不能找一個外國人過來 但是中國雕塑家 最大的優點就是 他有很多實踐的經驗 因為中國是個改革開放的國家 他在不停地建設 這個建設給我們雕塑家 很多機會 所以說 我們的經驗 是豐富的 後來 很多人看到這個作品 跟我擁抱 都感謝我 有人在我面前流淚 所以我很感動 我的作品得到了這麼多人認可 這真是一件 很不平常的事情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